上海除煤就意味着高温天到了 除了锅在空调房里 夜上海应该是寻找清凉的好时机 美景 美食 美物 美硬 来看看下夜上海有哪些打开方式在深夜食堂 品尝美食自从夜宵被深夜食堂一词代替之后 几个人围在一起吃烤船 穿着拖鞋街边啤酒配小龙虾 都变得有点文艺了 在上海 你可以去锦江的元氏林夜市吃台湾美食 也可以在黄河路 吴江路 昌立路等美食街上逛吃逛吃 还有越来越多变身美食城的商场 藏在摩都小街龙堂里的美食 让你以保口腹之欲的同时 感受城市的另一种温馨 在浦江两岸看亮灯黄浦江 并将45公里暗线贯通以来 将边漫步变成了停不下来的发现之旅 浦东 黄浦 徐毁 红口 阳浦 五个区的精华风景 让你流连忘返 夕阳夕下 白日落幕 浦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 你会感觉整座城市似乎开始渐渐睡去 心情也开始变得沉静起来 城市的忙碌似乎就在这一刻停歇下来 在万潭和浦东碧江两岸的餐厅吃一顿晚餐 让美食与美景交融 或者登上陆家嘴的东方明珠 金茂大厦 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中心观光厅 可以俯瞰两岸灯火陆续亮起的美景 在梧桐树下小马路散步 上海最安静的地方之一 或许就在那些古老的梧桐树下吧 武康路 恒山路 东平路 巨路路 长得路 夜幕降临之时 正是这些马路 餐厅酒吧人头攒动之时 加之车流稀少 显得梧桐树下更为安静了 这时候 饭后散步或是规划一条夜跑路线 都能让身心得到放松 如果有些疲惫了 也可以选择一家小马路边的咖啡清小气 在夏野既凉爽又宁静 在郊野 公园露营大自然 能给你最真实的宁静 露营能够让你的心灵贴近自然 上海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露营的 比如蛇山 电山湖畔 东方绿洲 公园 出发前要确认一下具体的露营规则 想要走得远一点 可以去崇明东滩湿地 这里滩涂辽阔 低头是大片的芦苇 抬头是满天的星星 在湿地漫步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第二天不妨洗澡 看看东滩湿地的日出 感受夏季清晨的清凉 另外 郊区还有很多房车营地 提供的是另一种露营体验 在轩彩剧场里看一场演出 东方艺术中心璀璨绚丽 上海文化广场星光熠熠 更别说上海大剧院 上海音乐厅这些经典文化场馆 以及安福路 福州路上的剧院剧场 那里的夜晚充满瘟疫气息 话剧 音乐 歌舞 不仅仅是视听觉盛宴 更是心灵上的享受 在南汇嘴看银河繁星南汇嘴观海公园 位于海滨 是上海为数不多 可以接近大海的地方 人们白天欣赏着蓝天白云十分惬意 晚上驾车去海边吹风看星星 享受星空下的宁静 由于城市中心夜间灯火较亮 想看到星空并不容易 而南汇嘴观海 公园能看到银河 美道让你不想离开 上海每年夏天是拍摄星空的最佳时期 月象和时 天空晴朗 外地无云 更有助于看到银河 七月星空精彩分城 将上演水星东大剧 火星冲日 月泉石等多个精彩天象 千文爱好者可以关注一下 在深夜书店竟想阅读书店 或许是都市里最清静的一余 大饮书局大学路店走的是深夜书店的路子 营业到凌晨两点 一杯咖啡 一本书 就能度过一个夜晚的时光 如果不想通宵 城市里还有很多文艺 安静的书店书八让你流连 恒山河吉 中书阁 箭头书局 总有一款适合你 书店的夜晚可能会举办一些活动 比如名人讲座 文化沙龙 书友聚会等 来陪伴读者 度过一些夜晚的阅读时光 在夜公园乘风凉 夏季在龙堂口 乘风凉 是上海人童年最怀念的记忆 一把菩萨 半颗西瓜 就是这一天最悠闲宁静的时光 如今不少人已经搬离龙堂 住进新社区 公园绿地便成为夏夜乘风凉的新方向 2018年全市确定195座公园实施延长开放 延长开放期自5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 其中全年全天开放的公园将有73座 比去年增加了30座 白天去公园休闲健身 晚上夜游公园散布烂凉 都别有一番滋味 Tips夏季连地蚊虫较多 要带好驱蚊用品 在茶室品名聊天 夏季温度节节攀升 灶热 难耐难以静心的时候 不妨寻一处特色茶室 约上三五好友 喝喝茶聊聊天 既能结束 还能让心静下来 以茶会友 胡心亭茶楼是上海一家历史悠久 最富盛名的老茶馆 临虎而作 远眺则是陆家嘴的摩天高楼 有一种特别的避世感 在诗中心美丽露台 泡个宝 夏天的夜晚 还没完全退去白天的狂热 也是你想延续这般激情 但是又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女子 那么一间安静的露台酒吧 会是很好的选择 特别是在外滩 田子房 新天地 巨路路等有露台的酒吧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 你会感觉这个夜晚格外平静 Tips学是吧 对于喜爱 安静的你来说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这时候一定是要配一杯鸡尾酒 或是红酒的 在商场观展享乐趣 如今的商场 早已不仅仅让你买买买 吃吃吃了 反而变成了文艺展览的举办地 在静安大跃城 K11 常宁来服侍 新世界大碗百货 很多网红站 伴随着商场的名字 被文艺青年追捧 而像爱秦海购物公园 是百一店等商场 本身的一些内部装饰 就是艺术品 赶紧去拍拍摊吧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